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六十五面 二百六十五面 最后 十种图者 造不所分 十种全时 虽 祭乐是全非十 良是且至全时对待分别人耳 若论随即全是无定 所以这和迪云弥陀佛图 为一份取向凡夫 过意性发空设理 一转一念 其心分尽 得分尽图 是全非十 这知就取向着 非就若离之 若离也行 这群即使 故云无定 这一段 是《华严经后论》上 《黎掌者》的说法 《黎掌者》也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 虽然是一个在家的居士 他的修学 造诣都非常之深 那么他注决《华严经》 我们晓得《大方广佛华严经》 从梵掌者以来 只有两种诸解 一种是清凉过世 苏超 另外一种呢 就是黎掌者的后论 我们在传记里面 看到他老人家 那么他想给《华严经》做注册 想找一个清净的环境 找个清净环境 那么在路上 就遇到一只老虎 我一般人看到老虎啊 都赶快跑了 他没有 他遇到那个老虎 就给那个老虎说 我现在要注金 注华严经 找不到清净环境 你替我去找找 那个老虎就很听话 就带他走 走在一个深山里面 环境的确是很好 老虎屋子 许多老虎在里面 住在一个石头洞里 洞很大 很宽敞 那么就老虎搬家 就把这个地方让给他 你看这种感应的 这是不可思议 那么他住到那边去之后啊 年岁很大了 没人照 所以就每天呢 早晨就有两个女孩子来 给他送吃的 笔墨纸张 似乎需要用的东西 统统给他准备好 那么晚上呢 就离开了 一直到他华严经啊 写完了 他从来没有给这个女孩子说一句话 说你姓什么 叫什么名字啊 家住在哪里啊 没有说过话 他就一心啊 夺他的经 反正一切都是那两个人伺候 建筑完了之后 这两个女孩子也不见了 他就走到附近村庄去打听 伺候我这么久了 不知道姓什么名字是吧 叫他谢谢 道个谢嘛 叫他到村庄 怎么找 找到 村庄问的时候 不知道 不晓得有这么两个人 他说的这个面貌是 他不知道 这都是什么 这个是真实的概念 在专辑上记载 决定不是假的 所以我们晓得黎章者也不是一个普通的人 那么他在华严经上讲这个净土法门 跟一般人主张的有一点不一样 他说 西方净土是全不是实 他这样主张法 后来有许多祖师大德也不吃了 像莲茨大士这个不吃就相当有道理 那么康奉的十种镜头就有权有势 他说 极乐世界是全非实 那么华严 后论里面讲的 阿弥陀经所讲的净土 《观无量寿经》里面所说的净土 这个都是全不是实 是全不是实 这是唯摩经上讲的净土 凡王经上讲的净土 他说 这是真实 虽然是实 不过 摩西首罗天的净土 涅槃经讲的净土 以及法华经讲的净土 他说 也是全不是实 他说 灵上 会上所指的净土 这是实 不是全 到底究竟什么才是真正净土呢 他老人家讲的净土 他说 唯一心净土 那是真实的净土 皮诺哲娜佛所住的净土 是真实的净土 他把这个全实说了这些 是真实的净土 也不一定的净土 也不净土 在此地 给我们说的就很有道理 我们翻过来看 我们翻过来看 虽然 检局全是对待分辟婴儿 虽然 检局全是对待分辟婴儿 虽然 检局全是对待分辟婴儿 这是迦理章者 这是迦理章者 他在《华言后论》里面 完全从相对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全世 若论随机 全世无敌 这个是李延迟大师的不持他的话 换句话 李延迟大师的看法 跟他的看法不一样 为什么呢 底下是所以得和呢 彼于 彼是指离当者 早得大死 李延迟大师说 弥陀净土为一份取向凡夫 卫心发空失礼 一专意念齐心分尽得生净土 这个是取念非喜 他这个话说的有道理 不是没有道理 但是 这是一般通土而论 用在舍方诸佛净土里面 这个意思讲得通 用在西方极乐世界讲得通 西方世界是个非常特别的世界 所以在离上讲呢 一般常离上讲 讲得通 你说我们一般念佛求往生的 带业往生的 带业往生 生的净土 当然是全 不是实 我们支持名号是着象去的 那么西方净土有没有真实 有 实报装音土 长极光 那是真实的 换一句话说 凡圣同居土 方便有余土 是全非实 这个是一般常离的说法 可是 我们用一般常离来看西方极乐世界呢 那就错了 西方极乐世界很特别 特别在哪里呢 你以常离来说 射方祝佛世界的凡圣同居土 有啊 我们这个世界是凡圣同居土 我们能不能天天呢 跟观世音菩萨 跟普贤菩萨 文书菩萨 地藏菩萨 这些小的都住在我们这个世界 能不能天天跟他见面 能不能天天呢 跟他生活在一起呢 这不可能 西方极乐世界 这些等着菩萨 天天在一块 生活在一起 所以这个决定不能拿 射方祝福这些长离长寺 来看西方极乐世界 这是我们应当要想的 那么这些 了不起的祖师大德 他们那个柱子 我们很欣赏 柱的美化是我们佩服的五体投地 可是 里面也有些地方 他没有见到啊 所以佛在入灭之前 告诉我们几句话 要我们后人牢牢记住 一法不一人 那法是经典 李长哲是人呢 他对这些注解是人呢 只可以提供我们做参考 他 于经典讲的相应的 我们也可以去 如果于经典讲的不相应 我们您可以写掉他 他讲的那个 那是与一般经论上相应 讲一般达成经典可以 西方净土他那个讲法的时候有问题 那么这是我们要想的 这个净土法门这个说法 并不是廉耻大师一个人说 过来的这些大德们 对于净土有一致的看法 他这个图叫法性图 决定与这个摄放诸佛世界不相同 才发性图 换一句话说 它是正如本性的相分 造成那个净土 摄放诸佛世界 使阿赖耶的相分变形出来 这个不相同 所以西方世界 使徒都是纯净之徒 都是真实 不虚 如果要是 但是果然像黎章哲这个说法 是权非实 那么换一句话说 我们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哪能正三不退 我们不讲别的 我们不讲别的 如果是下下平往生的人 他也是三不退 那他那个净土 就不是权 那为什么呢 全教菩萨不可能住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真实 他虽然带业了 但是他正三不退 这是我们在阿弥陀 这个这个大阿弥陀经 就是无量寿经 四十八院里面看到的 阿弥陀佛这一院要不满 他决定不成佛了 他现在已经成佛十节了 那么换一句话说 他这个四十八院 院院都达到了 都圆满了 所以我们修净土法案 无论经典也好 祖师大德的祝祖 都好 决定不能与四十八院相违背 四十八院是阿弥陀佛说的 释迦摩尼佛是重复的告诉我们 重复阿弥陀佛的话告诉我们 所以要以四十八院为一 根本的依据 于四十八院相违背的 我们决定不采信他 像早贝禅师这个讲法的时候 于四十八院相违背 我们相信阿弥陀佛四十八院所说的句句真实 所以他是特别殊胜的法门 决定不能拿社方祝福净土去给他相提辩论 所以就于他说我们是取向凡夫往生呢 也很特别也超越 出乎里长者意料之外 出乎他意料之外 他没能想到 他没能想到 四也先不乱了是取向 理也先不乱了是不着想了 入理了 那么从这一方面来说呢 这个理也先不乱了 他生的净土是识不识缺 若理也先即缺即使 故月无定 这个是廉池大师批评他的话 这个也不能一定的说法 我们再看底下这几句 这是廉池大师对我们的开导 诱上司徒 以法耳居足 不可淡之极光 若正极光 于下山土随心寄托 自不拨无 为正极光 所拨无下山 则无福所居之徒 错知甚矮 你看大师 这个地方才正式的来批评 指出花眼镜后论 这一段话 与礼与姬都不及 司徒是勤勉强的 长极光图 世报庄严图 方便有余图 凡圣同居图 西方司徒 西方司徒 法耳居足 法耳是自自然然的 真如本性的相声 本来就如是 对于司徒都不必知主 所以不可淡之极光 这是怕人 听到极光是真实的 其余的三种净土 那都是全 你要这个执着就错了 阿弥陀佛明明给我们讲的司徒 不但是司徒 不但这个真如本性的司徒具足啊 真如本性的设法界一正庄严 通通具足 那谭经六足说的好啊 何其自信本来具足啊 那个本来具足啊 就是此地所讲的法耳具足 那法耳具足啊 就是六足所讲的 何其自信本来具足 那既然是法界一正庄严 都是本来具足的 西方司徒 那有什么稀奇呢 说个实在话了 群是不在尽的 群是在人心的 你心不清净 这叫群 你要心清净了 哪个地方不是十包专业图的 如果分这一块是射包图 那一块是方便图 那就不叫做 这个论言经常讲的 当初出生 当初灭尽了 那这个话就讲不成了 也不能说法耳具足啊 他这个地方有 那个地方没有 他怎么能叫法耳具足呢 法耳具足啊 一世一切事啊 这个才是真实的法耳具足 而是众生 他有妄想执着 前身不同 他看的不一样 比如我们人间看的是水 人间看的是水 轨道里面他看的就是火 同样一个东西 我们看法就不一样 水足看到那就像空气一样 他在里面来去自在 那么由此可知 外面境界 地区是一样 一阵法界 而是众生呢 妄想分别指着 把它变成了舍法界 这个舍法界是大体大的分 细分呢 每一个众生是一个法界 你们两个人在一起 当然对于宇宙人生看法 有一些相同 有一些就不相同 没有说完全看法 完全都一样的 没有 到什么时候才完全一样成佛 佛佛道同 佛与佛看这个法界是相同 那么由此可知 两个都是等救菩萨 那看法还都有不一样 这个在此地就显示出来 如果我们说 廉词法师大师是等救菩萨再来的 黎章哲也是等救菩萨再来的 他们两个看希望进度 就不相同 为什么呢 因为还有一瓶身相无名媚后 所以他看东西大同小异 而不是绝对相同 绝对相同这个称呼 那么由此可知 在世法界 这个地位越低 看世 看这个境界 差别就越大 不一样 这个礼仪 我们要明了 不至于读这些大经 受他们的影响 我们修这个法门 起了怀疑 我这个 念一世一辈子佛将来往生 这个尽头是全不是死 如果你有这种怀疑的话 那个问题就大了 这个受伤害的不是别人 是自己 因为你带着有怀疑的心呢 去往生 能不能往生呢 能 无量寿经讲了 神到西方俱乐世界的那个边 边地 在边地里面呢 要过五百岁之后啊 才能化开见佛 才能够入这个品位 边地没有品位 这是无量寿经的特别要点 所以我们一定要断以身心 这个莲池大师 这一段话 就是怕了看华严经 受到黎长者的影响 自己对于这样殊胜的法门呢 起了疑惑 那这个损失就很大 这个是他老人家大慈大悲 告诉我们 那么真如同天台家所讲的 不解迁如三千形象 没有不具处的 若真即光 余下三土 随心 寄托 四不不 那么这是说 法身大死 法身大死 纷争极光 那么对于十包图 方便图 方便图 同志图 他随心寄托 这句话怎么说呢 就像普门评里面所讲的 啊 菩萨以三十二印身 哪个地方众生元熟了 他就现身去度 如果这个人呢 是分破无名 正个几分发身了 啊 住在十包图里头 菩萨就在十包图里头 就现身去度化他 如果这个人直断见思烦恼 没见性 他住方便图 菩萨也知道方便图现身 多化他 这就是说 应当用什么身份 实现呢 他就实现什么样身份 住哪一种净土 他要实现人天的身份 那就住凡圣同志土 像当年释迦牟尼佛 就是说 降生在我们这个世界 出现在这个印度 这个实现的身份 跟我们世间人没有两样 寿命跟我们世间人也仿佛 他世寿八十岁 佛出世的时候 他应当住世是一百年 要活一百岁 八十岁那一年 魔王啊 来请他 请他入班底盘 跟释迦牟尼佛说 你这个度化众生 这么多年了 四十九年了 也够了 可以了 佛很慈悲啊 既然有人请他 他就答应 少住世二十年 这个在经典上都说过啊 那换句话说 佛还有二十年的佛报啊 他没想 留在这个世界 佛就说 他这个二十年的佛报 供养后世 这个出家的弟子 这个出家的弟子 那现在的出家弟子 不相信 不相信怎么办 自谋生活 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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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出家弟子 真真相心 一行回道啊 自然 又供养 这个供养就是 释远迹 这二十年的余佛 一直照顾到法秘境 这个佛的法运 一万二千年 这一万二千年当中说 这个出家弟子的时候啊 享用不尽 真真幸福了 这个才行 那么这就是佛与大菩萨 他底下三土啊 随时应兴 哪里有缘 他就实现了 住哪一种镜头 至于往生到极光土啊 那就得大自在了 这个降法 也是个通途降法 那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经上告诉我们 啊 足是大不得的 也给我们说 所以我们这里去往生啊 叫昏超 昏超三界 不是树超 是昏超 为什么呢 一切大小成精的 要想出三界 都是树出 啊 你要修禅定 啊 有初禅 再修到二禅 二禅修到三禅 三禅修到四禅 再修四空定 啊 四禅八定 第九定呢 超越了 你看 阿罗汉所修的 九次的定 啊 这个超越了 通通都是这个办法 哎呀 念佛法门的时候 他什么定都不要 他也不要粗禅 也不要二禅 他从我们人间就超越了 啊 啊 连玉戒天都不要去 那旁边走了 很超三界 这个很特别 啊 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里头 是很超的 只有这一门 除这一门之外 没有很超的 这个是诸物要下的 那么说放诸佛净土呢 也不是啊 浑身 也是树身 啊 他也是一层一层的 啊 你像这个 嗯 我们以通图的这个 比喻来说吧 啊 近思烦恼没断 决定是翻身通去土 近思烦呢 已经断了 沉沙无名 没破 那是方便有余土 啊 无名破一平了 啊 这一份发身呢 决定是十八状元土 他都是有阶级的 啊 西方极乐世界 你看看古德 这个这个 三经的诸书 他叫什么 他叫恒生司徒 这个奇怪 啊 一生啊 一七生 同时 得到啊 啊 你现在往生 反身同去土 等于你同时啊 身方便土 身世暴土 身机光土 这个很奇怪 啊 我刚才跟大家讲过的 啊 啊 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 会同时生的 我们去 我们今天烦恼 稀奇 没断 真的 是反人道去土 啊 可是西方世界 经上讲啊 有天国罗汉 那他们是方便有余土 我们天天跟他在一起 他也跟我们在一起 这不就等于 方便有余土 我们也生了 没有障碍 没有各个 嘛 天天跟那些菩萨在一起 菩萨诸世暴徒 所以世暴徒也在一起 如果不在一起的话 这些罗汉菩萨 怎么能够给我们聚集在一趟 天天在一同共同生活 这个是真正不可思议啊 所以古德讲啊 往生西方 恒生死土啊 像我们这个世界 你们很多同修啊 念过慈悲三昧水餐 那时悟达各司遇到了加诺加尊者 加诺加尊者是欧罗汉 他住的是方便有余土 不是跟他有特别应允 不是跟他有特别应允 你怎么能见得到呢 见不到啊 罚赵禅思 朝五台山 见到文殊普贤菩萨 这两位菩萨住的是实报状元徒 他也是特别应允 他不是普通人都能见得到的 他也不是天天能见到的 偶尔这么一个机会去看一次 离开的时候 原土还做记号 准备下一次来的时候好认识路 才做了两个记号 回头一看 没有了 房子 寺院 通通没有了 荒山一拼 第二次再讲到 由此可知 摄放祝福的世界 都跟我们摄放世界差不多 唯独西方世界 特别 他的司徒在一起 那么由此可知 这个司徒对我们来讲 不重要 他在一起有什么重要呢 不重要 理论上讲呢 有这么回事情 在思想上讲呢 没有障碍 所以他那个西方世界 李延迟大师 绰绰用华言心来解释 西方极乐世界是一阵法极 利益似无奈 四四五脉 所以大师用华言心来解释 梅陶经 特别提到李章哲 他这个看法有偏差 他是一般的看法 而不是真正了解净土的看法 说未真极光 不无下山土 则无辅属居之土 错之神习 你没有正到极光 像我们现在 没正到极光 如果没正到极光 我们就不承认底下三中 三中处 那我们住哪里 住地方都没有了 这问题严重了 所以那个错的就更厉害 所以那个错的就更厉害 错的就更大 这是《愿言经》上 这个经文 《愿言破响音》 这个经文上有几句话说 他说 《愿言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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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 西方净土 连佛自己都说 男性之法 太不可思议了 这个境界正如同欧耶大师在耀尖德罗说 社方世界没有的 业切经论里头也没有说到的 你说那些菩萨们 他们也不是从西方极乐世界来的 那个不相信是很合理的 只有从西方极乐世界回来的 那没话说 他相信 所以我们看《无量寿经》 这个里面这些余晦的大众 十六正思 这个他方 无量无边这些菩萨们说了日话 他们都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道价慈航在来的 不是普通人 没有去过西方极乐世界 没跟他讲 很难相信 去过西方极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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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没话说的 那么底下再解释 佛五屠主 十四可进土超远 八地以上用土四类 照提独立神用神武方速 用土何为宽福祝福佛十五屠 而引游者 以众生结为贺重 故以负落影之行善 该圣人借武之尽疾而 故不妨受罪 这几句话 这个几句话 是解释书里面的最后这一句 解释最后这一句 就是佛遂无土 维化众生不妨说他 八地以上用土四类 八地菩萨不动地 我们讲 这是常说的 转阿赖耶为大云尽知 什么时候才转呢? 八地菩萨才转呢? 云云教的八地不是别教 你看这个地位多高 阿赖耶是三细相 无名夜相 转向现象 现象就是境界相 这个时候他有能力 转现象 所以他得色自在 九地呢 转向得星自在 摄地啊 转无名夜相 就近这方 所以这个 转阿赖耶 八地菩萨开始转了 这个境界太高了 这个境界一转 那他住什么地方呢? 我们常讲长极光 他住长极光 长极光 给注意说 身土映如啊 性相不二 社徒 这是随胜我们众生 如果在他们的 他的境界里 一法都不离 就像六祖所说的 本来无一无 本来无一无 还是跟我们说的 如果我们执着 他还是本来无一无 他还是有一无 有一个本来无一无 还是不清静啊 本来无一无也没有啊 才是真正的清静 那么这也是符合黎章这地方了 心静在途径吧 这是真实的净徒 所以说 为佛一人居净徒啊 这个叫真实的净徒啊 照提独立啊 神无放松 这个时候 神徒 对他来说呢 都毫无意义了 这何况祝佛呢 佛的境界 比巴地菩萨高多了 当然更是如此 但是 佛在阴地 曾经发了 红是八月 他要度众生嘛 众生无必是愿度 现在好了 你成了八地九地十地等觉 成了佛了 诗问问 你以前说的那个话还算不算话 如果说的话不算话了 那你成了大妄女 如果你说的话要算话 那好了 这个九法界的众生 你得去帮他忙啊 你要帮他忙 那就得随内献身 也得随内献身 所以这些众生呢 结为祸重啊 结就是知见 知见少啊 不深不广啊 迷惑很重啊 所以 佛才以佛罗 来引导他 断卧修善 这是真的事实 佛也不是骗人 你烦恼稀奇太重 不能超越六道轮回 你修福 你就生三三道 你造窝 你就做三窝 啊 过人命运 越赢越猪 莫非前定啊 啊 今天这个世界这样混乱 用什么方法 能挽救这个世界 跟诸位说 没有办法 这个世界上 不管他是 哲学家了 科学家了 政治家了 想解决当前的问题 没法子 唯独佛 唯独佛 有方法 现在大家不相信 那有什么办法 佛用什么方法呢 把这个六道轮回四十真相告诉你 你心自然定 我贫穷 我前世 没修不实 没中阴 我今这一生贫穷 何该 他心定了 富贵人呢 他能安于富贵 贫贱人能够安于贫贱 天下太平 那贫穷人晓得 他富贵 过去是他重负 我贫穷 前世没重负 我要想富贵 我现在重负 我来自于想富 他知道阴狗啊 他不胡作妄为啊 不是贫人看到富人 就嫉妒 想办法的时候 去供他的产 这个造的罪业越造越重啊 这不是解决问题 这是制造混乱 唯独佛法能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想想秦秦 我们对清朝这些帝王不能不佩服啊 秦秦宫廷里面 天天秦法师念无量寿经 让大家都知道英国报应 所以朝野相安啊 每一个人都能守份啊 都知道有福 都知道积德 所以他这个国家那么样的强势 人民难落 富贵人能帮助贫穷的人 能布施他们 贫穷的人知道英国 自己也肯修复 不怨天诱人 非常可惜啊 那么好这个制度 被慈禧太后废除掉了 我们在无量寿经续文里头 看得清清楚楚的 这个清朝皇宫里面 万圣宫就是天天早晨念这个经的 这种做法那是聪明确定啊 叫大家真是心服口服 母修佛都遵守佛的教训 还有什么话说呢 大公母死 所以这个佛法了 训练生归过 它是真的 绝对不是拿这个来吓唬人 是四世真相 这是圣人借物之禁忌 看这个标策 郭曰不妨说出 我们讲这件事并不妨碍 尤其是华音讲的四世无碍 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 偏知西方者 偏知西方者定去向苦 西方偏知极乐者如厚外 无苦有乐皆往生今中说 那么这一段呢 那么这一段呢 我们看抄 看这个筑琴 实际上讲 偏知大师这个意思 将西方偏偏知极乐世界 这个里头还得两重意思 第一个意思 是那个世界 是真的没苦 三苦八苦啊 这些名字都听不到 哪里还会有四十呢 所以称之为极乐 受风祝福所赞叹的呀 那真实不实啊 那么这个节呢 在后文 所以说是 如后文无苦有乐 第二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 是语言殊胜 如我生今中所说的 语言胜 也就是说 阿弥陀佛与我们苏婆世界这个语言非常殊胜 语言胜了 到那边去就方便了 就容易了 我们拿我们现前环境来说 有些国家对我们这个语言不太甚 我们要去观光旅游 那个签证非常的麻烦 有些地区我们去玩的 不必办签证 语言很殊胜 欢迎你去 像我们到新加坡 你只要中华民国的护照 买了飞机票去 不必签证 这个方便 西方极乐世界 与我们苏婆世界 语言殊胜 不需要任何条件 只要你心愿行就行了 万有万人许 只要你发愿 你肯念佛 灵命中是佛决定来接应你 我们看底下这个解释 恐有难也 难是故意了问难 射方世界 借有净土 何为独视西方 叫善逼国 这个问也问得好啊 西方世界 十方世界很多 每一尊佛都有净土 为什么偏偏叫我们往生西方 东方不也很好吗 南方也很好吗 后必一定要到西方呢 像这些故意问难的 古今都有啊 我们也常常遇到 下面答复就很好 梁有道意多起亡羊 誓意专注中国啊 先无二用 共皆杂事 上渡疑云 贵民三旁 要直方列相 住心取尽 以凡夫细心 上奈不得 宽利相也 这段答复 答得很好 这就说明 为什么要专注在业方 这是举列子里面的 一种典故 在佛法来讲呢 就是公安 儒家讲典故 就是 歧途亡羊 差路太多了 那个牧羊的人 羊跑到哪里就找不到了 差路太多了 这就跟学佛一样 佛学法门很多啊 经典很多啊 你要同时学很多法门 同时去研究很多经论 你到最后 你也找不到路子 你这一生修学很难有成就 这是指着一个比喻来说 这个是呢 是讲射箭 射箭呢 那个箭靶当中 当然要画一个 要画一个圆圈 中心点 我们射专注 所以这个箭才能射中 才能射中 这个就是说明 端能够 中这个目的地 散的时候 就没有法子 自己啊 无法控制啊 只愿我们世间法 两个比喻来说 说明 先无二用 要转 无论释出世间法 我们要想成就 都要转 你才能成就 你要砸了啊 那就非常非常就难了 啊 转才有成就 这个底下去就是 上度以允 闺蜜三宝 要指方立相 这个都是 教给我们呢 特别是教给我们修净徒的 指方 方是方相 烈相 就是有相 这是从有门如 不是从空门如 是从有门如 西方极乐世界是相 西方三身 是相 一阵庄严 是相 十六观经 是立相 让我们好观想啊 只是西方 这方所啊 我们心里头有所细念 这叫住心取尽 这是对什么 对凡夫来说的 除这个法门 要叫凡夫入门 那太难了 那么西方净土 就是指方立相 就是指方立相 住心取尽 他就采取了这个方法 因此 人人能够修 真是三根仆辈 力顿全收了 方法好就好在这个地方 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 妙就妙在这个地方 值得赞叹也在这个地方 黄念族巨师 诸捷 《无量寿经》呢 他就举了个笔 现在人 玩照相机的人太多了 都喜欢照相 他就拿这个作笔 其余的注尽法门呢 像那种专业的照相机 要有技术 我们普通人拿这个照相机 照十张 不一定有一张照得清楚 照得成功 那是要有专门高等技术 他们用那照的是张张是好 净土发门像什么呢 像傻人照相机 什么傻人照相机 全自动 拿着一对照阴暗就好了 张张好 你不能说这个照相机不好 谁都会用 张张都漂亮 净土发门就像这样 万修万人修 不需要技术啊 你不能说他不好啊 人人会照啊 人人会用 底下就说明原因了 你凡夫细心上内 不得了 宽立相 这是真的 今天给你列了方向 啊 叫你住心取向 你还做不到 如果叫你立相啊 那简直就没指望了 成立相 所以呢 净土啊 是取向啊 住心取近的来修行 啊 啊 所以四种念佛了 持明是地业妙行啊 啊 这个要知道 啊 我过去在台中啊 曾经向李老师 请教过这个问题 啊 我说 官无量寿经好啊 为什麽不好呢 他摇摇头 他说 没有持明好 说为什么呢 他说你要晓得 那个官很不容易观成啊 这是真的 官成了之后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啊 还要理相啊 还要把那个相打掉啊 你在这里好不容易观成啊 那个印象好深刻 到以后再把那个很深的印象去掉 又难上之难 你要不把那个相 执着这个相啊 执着这个相啊 谁掉 你不能生石包装颜头 不能生长极光尽头 这相是对啊 这一句名号容易拿掉 名是假名嘛 我另外换个名字可以吧 容易 相不容易 所以他说 这四种念佛了 持明啊 借尽而实相 那因为大家 对这个观念当中 都想得名是假名 我随便改个名字 换个名字都可以 无所谓 现在大家对信比较执着 那我不能改信 名字可以随便改 一天改几个都不妨碍 信不能改 这执着身啊 哎 执着身啊 那个相就更深了 所以这个阿弥陀佛一句名号 名是假名 容易丢掉 你要是这一十六观经去想的时候 那个想成功之后 再把那个印象抹掉 这个是太不容易了 比修观的时候还难 何必自找麻烦 我听了一句很有道理 还是持明念佛 再就不照这个十六观经 可是他那时候还劝我 他十六观经还是可以看看 里面的道理很好 现在我们明白了 净土的理论在十六观经 尤其是九品因果 这个我们要知道 你看上品怎么修的 中品怎么修的 我们自己明白之后 我现在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所修的 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与什么样的品味相应 这个自己清楚明白 这个自己清楚明白 所以这个理论 与九品因果 是《观无量寿经》讲的详细 我们再往底下看 若福便供设方祝福 说 说 樊国幽在世时 是 生西方以后死 所谓 见暖 而求 十业 和太早季化 那么这几句话 那么这几句话呢 如果提出一个问题 这个人也的确很聪明 你不是讲吗 专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人 天天在遍阳 踏放十万余佛呢 既然经上讲了 要供养 踏放十万余佛 那我们现在就供养十万余佛 不是也很好吗 我们天天拜万佛餐 天天拜万佛餐 天天念万佛明经 不必专注西方嘛 摄放祝福我都拜嘛 摄放祝福我都圆嘛 多观想嘛 行不行呢 这个福货彼头经上说的 提出这个问题 说起来也蛮有道理啊 这些都聪明过了头啊 四世而非啊 所以联赐大师在此地 这解释的很好 很有道理 这个变共十方 诸佛了 这是说西方世界 西方世界的众生 并不是指我们俗婆世界 都在哪 说他这个变共十方祝福 还顾又在世事 这是往生西方世界以后的事情 不是现在的 神到西方世界之后 见到阿弥陀佛 闻阿弥陀佛 说法 得五身法人 这是决定得到的 我们在这个 《无量寿经》里面 所有看到的 而四十八月里面也有 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决定得第一人 第二人第三人 古大德里头 这个柱子里头说 第三人就是无神法人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不可思议 哪怕夏夏平往生的人 都是运人正三不退 能正三不退呢 当然是无神法人的菩萨 所以他有能力 并供释放祝福 底下这个话了 见暖而求食业 食业是鸡 这个是处在庄子 这个典故处在庄子 意思是什么呢 见到那个蛋 就想到 哎呀 他这个蛋马上长成个大公鸡 天天早晨爆笑 这意思是什么呢 你想得太早了 太快了 这个意思告诉你 供养奢放祝福 这个事情 是咱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后的事情 不是现在的事情 现在你就来做 这太早了一点了 与这个教义 不符合 现在没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我们一定要发心专念 这个无量寿经理都所助长的 放菩提心 以一向专念 这个就是 这个 这个 直方立项 住心取尽 我们要用这个方法 达到西方极乐世界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以后 说 那个供养摄放佛了 是那个时候的事情 不是现在 说 太早 计乎 你这个计划的太早了 太早了 又问 又问 然则华也 何以普理成刹如来 本宗 本宗 与华也的关系 非常非常的欲切 所以古大德 称 无量寿经 叫中本华也 称弥陀经 叫小本华也 为什么呢 华严经的归宿 华严到最后 不贤菩萨 十大愿望 道归极乐 所以本宗是华严的归宿 可见的 这个宗在整个佛法 地位是无比的崇高 真正是祝福度众生第一发门 在华严之上 普贤菩萨是大愿望 第一愿 就是礼尽祝福 我们今天为什么单单礼拜一生阿弥陀佛呢 那么这个意思在此地 便连持大师答复得很妙 华严一皆是多多皆是一 若知此意 若知此意 何谱何必 常异常同 五足以 一夜 确实华严经上是属 一身佛心插成身 一夜便离插成佛 这个 似乎说的 不是往生西方 以后的事情 用弥陀经上讲 供养受方佛了 没话说了 那是往生西方以后的事情 华严经上这几句话 好像不是往生以后的事情 这个 那为什么不住心取经 那不取这个 受方插成佛这个经 这个经 大师大的妙 以实学门的原则来答复 一读相继 一几十读 多皆是一 他用这个理论来答复 这是华严教义 就是一读相继自在门 一读五体全法界为体 法界之外 五有余法的 故一几十读 一读妙一读 也是这个道理 所以多即是一读 如果我们照古德 这种诠实来看 这个意思很难叫人明了 我们拿现代的这个比喻来说 现代这个电视 可是家家都有 在台湾的时候 哪家没电视 我们把电视那个荧幕啊 荧光幕啊 比如说一 里面现的像 多啊 再多的像 有没有离开那个荧幕 没有啊 一即是多 多即是一啊 华严讲那个 义是讲什么 真如本性 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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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的 能啊 能性 是一啊 所性 是多啊 能所不二 所以说 全望即真 全真即往 真望不二 啊 这个都是 华严 一度相继 自在 那 这个是很深的 理论 但是 确确实实 是事实 这个事实 明白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不能觉察 更 得不到受用 原因在那里 我们 迷失了 这个境界 在这个 本来境界里 起了虚妄的 分别之处 所以把这个 宇宙人生的真相 迷失了 华严经给我们讲的 真实相啊 著法实相啊 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啊 说 或谱 或偏 常义 常同 便理成他 这个叫谱 我只念一尊佛 这叫拼 不管是拼 是谱 是常 是义 总而言之一句话 一皆是多 这是常同 多皆是义 也是这么一个道理啊 何宽 今论上常说 阿弥陀佛法界葬身 法界葬身 又说 摄放三世佛 共同一法身 摄放三世佛 共同一法身 那么摄放世界一正庄严 是不是也是共同一法身呢 跟主说是 一点都没错 如果不是共同一法身 佛在华言原觉上 就不能说啊 一切众生本来成佛 尤其是华言经上讲的 情与无情同源中之 这根据什么说的啊 摄法界一正庄严呢 是自信变现之我 不仅祝福共同一法身 摄法界一正庄严 共同一个法身 所以讲义就是讲法性 讲多是讲法相 相多 古德呢 讲开师 为了叫人容易明了其间 在用比喻 用金与气做比喻 一金做气 气气皆金 把金比作法性 把气呢 比作法相 通通是黄金 一种质量 可以做成千千万万种不同的样子 所有的不同样子 通通都是金 一样的分量 一样的价值 用这个比喻啊 将你体会到一点仿佛 我们凡夫啊 分义分懂 总是分别执着 见不到事实的真相 所以你真正的了解呢 你就不怀疑了 无足业 我苦有落 想见后闻 这经后闻有的 那么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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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